这两年长安爆款车型有不少 但旗舰SUV在同类产品里有点不温不火 起售价不变正式更名4S95 Plus 加量不加价 对它来说有用吗 各位好 欢迎来到董车弟带来的新一期 抢先试驾 我是志恒 长安4S95自大2017年上市以来 热度一直不低 19年中期改款之后 它的造型就更像美式硬派SUV了 说实话 这样的设计我很喜欢 尤其是它的侧面和C柱位置 换句话说 颇有点福特探险者的味道 不过由于81T的缺席 以及只有7座布局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销量 而今天这台2023款的4S95 正式更名4S95 Plus 起售价维持不变 仍然是17.59万元 相信这个价位 您可能还会关注传奇GS8福特领域 以及荣威RX8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 它的竞争力到底怎么样 当然 既然它都改名叫Plus了 咱们首先先看看 它哪里做了加法 首先在车身尺寸上 除了车身的长度不变外 它的宽度和高度 分别增加了10毫米和15毫米 而它的前后轮距也分别增加了10毫米和20毫米 统一标配了20英寸的轮圈 并且搭配米其林PS4的轮胎 而且胎宽达到了255毫米 更大的接地面积和更宽的轮距 相信会对操控和稳定性提供一定的帮助 而在造型设计方面 4S95 Plus的主要变化都集中在了车头 仍然是方正硬朗的这种大气的视觉效果 不过它的中网横向宽度是有了明显的增加 内部使用了点阵式的装饰 而两个大灯中央也采用了黑底和透明灯罩 这样的一个式版进行连接 但要注意这并不是它的日行灯 它的日行灯是在雾灯区域使用了这样的直线线条 同时使用硬朗线条的还有它的下护板 相比于这个价位的其他竞争对手来说 我个人认为这台4S95 Plus和GS8都在硬朗和精致之间取得了不错的平衡 另外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新款的白色车型不再使用黑顶的设计了 而车尾部分贯穿式尾灯增加了熏黑的效果 两侧也增加了类似空气动力学的装饰 再往下看 你会发现双边共四处的排气装饰 当然真正的排气还是隐藏式的 而这里甚至还多了一个领航灯风格的后屋灯 你发现它在刻意的强调运动元素 但我个人觉得如此多的元素堆放在一台 中大型SUV的尾部恰恰让它少了几分厚重感 在内饰部分 这台4S95 Plus在整体的布局上 仍然延续了老款车型的设计 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 12.3英寸的中控屏幕 再加上贯穿式的空调出风口 精致感还是得到了保证 另外它还保留了很多空调的旋钮和实体按键 这点上是要给好评的 另外新款车型还增加了墨绿色的配饰 在阳光下它的绿色会显得更显眼一些 整体质感还是不错的 不过有两点是很需要提升 但仍然没有提升的 首先就是门板内侧的储物空间比较一般 而它都使用了电子挡杆了 为什么中央通道不能给我套一个大的储物空间呢 其次就是全系车型仍然都是7座版本 仍然没有6座版本 为什么现在不少中大型SUV都主推6座版本 而不是7座呢 因为6座二排的独立座椅 除了更舒适之外 相比于这种2加3加2的7座布局 进出第三排也会更加从容一些 像7座你就只能这样狼狈的进入第三排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排 刚刚我已经把前排调整到了 我的标准的驾驶坐姿 二排留有一拳的腿部空间余量 我身高是1米80 头部空间还可以挺充裕 但是腿部空间大家注意 只有几乎是四指的余量了 这个第三排的空间水平 放在同级别车型中并不算出众 并且大家可以看到 对腿部的确是没有什么承托的 是一个标准的小板凳的坐姿 短时间硬个急自然没有问题 但长时间乘坐恐怕会比较疲惫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它的第三排的配置 除了出风口和阅读灯之外 它的配置就只有背架了 要说这台长安4S95 Plus 最核心的升级 其实就是它的传动系统 它的变速箱 由原先的6AT升级到了8AT 随之而来有两个优化 一个是更绵密的持比 可以让它的升降档更加的平顺 另一点是 它高速的时候可以挂入更高的档位 来获得更经济的油耗 根据我们的试驾体 时速大概在100公里左右的时候 可以挂入它的最高档 也就是8档 所以对于高速巡航的油耗 是有一定优化的 那么在日常驾驶时 它的低档位的换档动作 是否衔接平顺呢 这么说吧 除了二档升三档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比较明显的 比较大的换档动作之外 其他档位的升档动作 都是非常平顺温柔的 有的时候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升档动作 但是随之而来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少搭载爱信8AT变速箱的车型 都存在的 就是它的降档指令的执行 并不算特别的果断 当你身踩油门 给出加速请求的时候 它需要一秒多 甚至接近两秒的时间 才能完成降档 当然随之而来的动力 是比较澎湃的 因为它的动力 在这台车型上 是得到提升了的 它所搭载的2.0T发动机 虽然相比老款车型 仍然是233马力的最大功率 但是峰值扭矩 得到了30牛米的提升 来到了390牛米这个数值 而1500转的时候 它就可以释放出300牛米的扭矩 所以说低速开起来 这台车明显会更加轻快 更加轻盈 新款车型上 这种轻快轻盈的动力响应 尤其是在低速阶段 它的低牛表现 相比老款车型 是有着很明显的提升的 其实就参数而言 你会发现 刚刚提到的四款车型里面 它仅仅是比广汽传奇的GS8 略逊一筹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GS8也是这四台车里 唯一一台需要加95标号汽油的 其他三台加92就可以了 这一点需要大家自行去进行斟酌了 不过在这台车底盘悬架的表现方面 我很难给它一个比较高的评价 那是因为它对于路面的细碎振动 隔绝的并不充分 你会感觉到很多细小的震动 传递到车内 经过小的起伏路面时 你也会感到悬架会有一些小小的抛跳动作 严格来说 这不符合我对一台中大型SUV这种 沉稳和厚重的期待 这也是它需要改进的一个地方 其实毫无疑问 这台长安4S95PLUS在动力和传动系统上升级之后 它的产品的综合竞争力 已经得到了比较大的提升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不少厂商都已经把重心转向了混动领域 比如说汉兰达和GS8的第四代THS混动技术 或者长城的DHT 柠檬混动 或者是比亚迪的DMI 在市场上都有着一定的号召力 在这一点上 长安似乎有一点点反应慢慢拍 后知后觉 不知道它的长安置电IDD 会不会带给我们惊喜 真实专业的汽车内容 高效的选车服务 尽在董车地 我们下期见